就那個導演我想問一下 就我發現有那個小朋友蠻讀英文的段落 然後跟劇情的推展好像是互相互印的 然後問一下你為什麼設計這樣的巧思 讓下一代跟上一代做互印這樣子 然後還有第二個是 為什麼讓那個印尼媽媽所生的那個孩子 發表他對教育的看法 還有跟這個學習體制格格不入的這個窘境 就你有沒有想要說什麼 然後最後就是我爸爸是僕子人 我媽媽是布袋人 他們也是離開農村然後來台北工作 那他們一直有跟我說做餐就很苦 來這辦公室比較輕鬆 然後我今天真的體會到這個他們的話的含義 謝謝 謝謝 其實我父母是真的跟我講 後來是講一個語言說 你隔壁肚也打底頭 你隔壁肚出的輕鬆 然後又高善 所以其實我們很小的時候 其實就是有一個志願 就是我比大把打給了 就是影場唱的那首歌 就是我比大把打給了 我一定要離開這個地方 就是對那個都市永遠充滿的 非常崇高的希望跟願景 那其實我們在拍那個小朋友讀書這一段 那其實拍這一段 我覺得那是有一種我自己的投射 那時候我覺得我就是在那個裡面 因為小時候其實家裡很窮 但是爸媽對教育很重視 所以很小的時候就要去學英文 國小一年級二十九就開始學英文 對那就是送去類似這種地方的那種私塾 這樣子小小一年教師拿幾個小孩子 然後拼命的背英文單字 拼命的背拼命的背拼命的讀 然後就是你會那個感覺就是說 你一直追求那個英文還有外的文化 但是你對你的生涯地方 你是不會想要去關心的 因為大家那個教育是不會鼓勵的 他會你就是要往外 你要往台北甚至你要去美國 都是這樣的一個被灌輸這樣的消防 所以我在拍那幕的時候 我自己心裡是憧憬蠻大的 因為那些小兒子就長大會跟我一樣 他會失去了根 忘記自己是誰 因為從小沒有好好的受到一個教育就是說 你這個地方對你是什麼意義 然後你對你的家鄉認識了多少都沒有 所以其實長大之後就是離開家鄉 失去了更 有時候也不想再想你說我自己是從哪裡來的 所以我覺得那個感覺是我看到那一段的時候 我自己心裡是滿衝擊的 也有一點悲傷 會有一點悲傷 那這些小孩子可能他們是農民養大的小孩子 可是有一天他們不會想知道你自己是農民的小孩 就像我一樣 我二十年我不想知道我是農民的小孩 就是因為你不想認同 所以你會失去了這一段的記憶 你也不會去珍惜這塊土地 你忘記了 什麼都忘記了 因為就是害怕那個眼光 你是從鄉下來的 你家種田 不想讓人家有歧視的眼光 因為在我那個年代社會對農民的普遍的有光 就是你是低階的 你是按照階層工作很多階層 那農民是最低階的 但是農民是最辛苦的 那農民也是我們最依賴的 如果農民不種 不種東西沒有糧食 我們不要吃什麼 就是他們宣佈讓我們感覺他們是最低階的 那當然這些年來社會風險有一些改變 但是有改變多少 我們有被我們這些默默不設的農民 有多少尊敬他們 所以其實這也是我自己在反省 我在拍這部片子 我也在反省我自己說 我到底我流失了什麼 所以也藉由這樣的影片 去慢慢的找回自己 所以拍那段講英文 我們在片子裡面互相的穿插 其實是我對於這塊土地的一個反省 對不對 但他現在有一個強烈的對比 那也是我對於這塊土地的一個反省 那這一段我其實很感謝 董家如導演他其實雖然他在這部片子擔任的是 攝影跟簡直是在剪接 其實很多地方也給了我很多創作上的一些建議 所以很感謝他 因為董家如導演他本身自己也是戲劇的導演 也是基督片的導演 那其實在這部片子裡面 在一些觸痛的點上面 他給了我很多的一些建議 所以其實也很感謝他 那義豪那個部分 其實有時候我會覺得義豪他講的話 都是講反話 那也讓我很心痛 其實他很想跟年輕人一樣去讀書 他並不是完全不想去學校 但是他沒辦法去學校 因為媽媽太早離開他 他家太窮了 所以他甚至國中沒有念畢業 他15歲就跑去桃園工作 為什麼那麼想會想要去桃園工地 當然是沒有錢 所以他說我出去不要死就好 我出去不要死我有飯吃就好 因為實在太窮了 他其實很想去學校跟年輕人一樣 去讀大學就是沒辦法 家裡就是沒辦法 所以他常常會講反話 我有錢就好 不用讀書 可是後來他又覺得說 我有那麼多錢 我那麼拼 但是我不快樂 我不快樂 他還是處在一種 跟過去沒有和解的狀態 因為媽媽太少離開了 那我覺得家鄉的產業 對他的意義就是說 至少讓他回到家鄉可以安生命運 因為他國中沒畢業 他根本沒辦法去上班 工廠沒有高中選運是不能去上班的 所以他沒有工作了 他會沒有工作 所以他回到家鄉 我想像說天啊跟我兒子超過年紀的小孩子 竟然國中沒有畢業 我沒有辦法想像 可是在偏鄉確實有這樣一群的小孩 那剛好這樣的一個農業 因為農業沒有學歷的限制 他們可以做 所以他們來到這裡 反而是找到一個依靠 他們沒有被幫派吸收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產業 因為勢必要讓他繼續維持下去 因為他會幫助一群很需要的年輕人 他們需要這樣的工作 讓他們大以為生 然後好好的 可能可以從這個產業裡面 去找出他們另外的一條路 所以我覺得 其實可以拍到藝孩是蠻意外 因為剛好那一年 他是從北條回到了家鄉 北條回到家鄉 然後我們很意外的就跟他認識 然後走進了他的生命 那其實很感謝他願意讓我們拍 其實相較的小孩是很拒絕 像我們這樣的老人家 我們家起來都超過100歲 都可以當個爸媽 他們是會拒絕我們 可是我覺得他很特殊 他願意讓我們走進他的生命 所以其實還蠻感謝他 願意讓我們讓我們拍 這個片子其實 從藝豪這個他的訪談聊天裡面 其實還有包括一些 其他的青農和訪談 還有包括我們的保齡首主角 其實他們都有談到一件事情 就是社會 整個社會對農人的那個眼光 這樣的一個眼光 之所以會讓那個阿伯 為什麼他會講出說他去吃喜酒的時候 怕人家看 其實這整個背後的那個 是他們 他們其實一直很怕讓社會的人去知道 他們是務農這件事情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務農就是 你沒有什麼能力 不會唸書 就是沒什麼 沒有什麼的特殊技能 所以去做不起來這樣子 嗯 包括義豪還有另外一個榮蔚 說那個丁徐豪在座山開展起來 那個雷禪那個 他也是他覺得 他們會常常會到北部來打工 然後常常遇到一些都市人 都會說你們種田的是 比較骯髒啊 沒水準啊 吃檳榔啊什麼的 然後他們聽了都蠻生細的 那其實我覺得這種價值觀就是說 整個社會對務農的一種認定 還有對農業的這個價值觀 那整個社會到目前為止還是 還是有某種覺得他們是比較差的一群人 所以我們這個片子其實 對路士蘭來講我覺得應該也算是一個衝擊吧 你們在看的時候也許會是一個衝擊 特別是我覺得在這麼兩年來的疫情之後 你們在看這個片子的時候會不會特別覺得說 去聯想到我們吃的這個食物 我們在疫情的時候要取得食物啊 顯得特別的困難 或者是已經不能很自由出去買東西了 然後很多那個蘇果要用財配的 這些都上一次讓我們提醒我們在都市生活的人 去看見農人這件事情 我想我們這個片子是有點想要 想要讓重新讓 像剛才那位小姐所說的就是 也許希望重新去連結大家跟農人之間 跟土地之間的那個關係嗎 我想那這個農村跟城鄉之間的那個誤解 永遠會存在 然後因為這個誤解 那也造成沒有人想要去誤農 這個我覺得是蠻大的原因 但是其實你們看到這片子裡面的這些農人 其實他們很沒水準啊 不會的 他們只是做一座田身上比較髒而已 有一個農夫樹牙營 他說他有一次下田他再聯合 他再聯合去要給他女兒 他女兒下到都市裡面有錢人家 結果他那一天一身髒兮兮剛下田 再聯合要好心要去送給他女兒 結果那個有錢人家不讓他進來 結果你會髒髒的不要進來 所以這個這就說明了什麼 但是今天我想經過疫情之後 有一件事情大家應該很清楚 就是今天如果發生了這樣的嚴重的特別時刻 就算你有錢 如果沒有農人的話你買不到東西吃 那到那個時候 如果要到那個時候 大家整個台灣都變得很有錢 但是買不到糧食買不到食物的時候 那如果發生的話就是那個很慘 所以我想我們這個片子是想要 也是讓大家重新去思考 農業在整個社會的那個重要性吧 好